我之前那個皮膚就乾 然後癢 然後呢 一天兩天過去 然後一個月還是沒有改善 那有一天我在換衣服 會被 白雲脫口而出 那拿 對啊 然後馬上拿出台灣人本的名片給我 好像我活不久一樣 被他講到 我也是覺得說我會不會長皮疙瘩 我去看皮膚科 醫生還沒開口 我就跟醫生 醫生說你怎麼知道是皮疙瘩 我說不是這樣嗎 你看你看 慢慢要變成一條那個皮帶了 他說沒有啦 你這個是季節那個膠涕 那個過敏而已 你化個沐浴乳 問何慶的 你不是有女兒嗎 拿你女兒來洗 我跟你講 一個月馬上去好 我就想說 我心裡想說 我聽你在胡說八道 你不是看醫生嗎 你不是看醫生嗎 那你怎麼了 是怎樣啦 這時候可以找家醫科 是這樣嗎 我為什麼要看家醫科 我們鄰居去跟人家 找雙腔科說心痛 問他原因為什麼你會心痛 他說他老公外遇 心裡會影響生理啊 沒有話 他都一直覺得幸福到 他講到我們計程師的控制 我們常常有這樣子的變難 其實他講的不是笑話 這時候很傷心意 覺得那個心都揪起來了 對啊 會痛的啊 對不對 我覺得 真的是 過油不止 你先給我癢 這樣 你先給我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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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痛的感覺 他剛剛揪起來 兩種人 有一種人真的就是 覺得沒這麼衰 絕對不會是我 就算他看片了這個 資訊跟健康節目 他也覺得沒事 那有一種就是真的太緊張了 那我還是覺得 大家寧可緊張一點點 然後不要 太掉以輕心 那像剛剛那個魏醫師講的 其實都是我們轉接過去的 我們每天都有人問我說 我是不是要中風了 因為我們就在復健科 然後都是中風的病人 所以每一個人其實 像看護或是家屬 大家都人心惶惶 尤其是有中風的家屬 他就會覺得我是不是有病史 然後他只要稍微有點落枕 還是我們就說 我是不是要中風啦 然後就要 我每天都一直在幫他們量血壓 對 就說 然後有一個阿姨 就是常常量 每一次都要量十幾次 他才肯走 所以 就是會不得已要轉接 請急診醫師幫忙看醫師 對 那我有遇過他們其實在陪病人 復健的時候都會看手機 那殺時間 然後有一次有一個二十幾歲的小姐 她就是看一看看一看 然後就突然尖叫 然後我們就想說怎麼了 結果她就說 完了我要得卵潮癌了 我們就說怎麼回事 你可以說清楚嗎 她說這裡有講 她說那個用面紙啊 上廁所女生這樣擦 就會有華絲粉 所以會得卵潮癌 她說我都很愛用那個選舉的 然後廣告的那種質更不好的 完蛋了 難怪我最近就是身體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就說你不要緊張 她說我現在就要去急診 然後她就手刀衝去急診 對 我們就覺得有點誇張 可是後來回來是平安的啦 事實上我想 有時候我們除了自己去Google 或搜尋的以外 事實上節目真的很重要 我記得剛好那個 志佑傑有一次我們那個 上一個節目 然後節目有看板 他就把那個調理說 什麼症狀一條一條死 結果那個播出以後 第二天就有一個病人來 他就說 蔡醫師你那天上的節目 提到更年期的症狀 第一個 失眠倒汗 我會失眠 但是我不一定晚上 我就是會皮皮剎 會倒汗這樣 明明你看他才30幾歲 我就問他說 那你最後一支月經是幾年前 他說不是 上個禮拜才剛來過 我說你這樣怎麼會是跟你 他說可是你講的那些症狀 我一條一條都有對過 都有 你有月經就不會有更年期 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這樣 就說因為他看 他可能就說這些症狀 他注意到這些焦點 可是其他的那些重點提示 或者說講的 他就沒有去看到了 知其一不知其二 知其人不知其所有 後來我就說 你為什麼會有這些倒汗的現象 我們一兩個人就說 因為他 低血糖就是會抖 會倒汗這些症狀也會出現 然後又因為他壓力很大 就貧尿 然後結果晚上也睡不好 所以他這些症狀 事實上都是剛剛提到說 現在有很多人就是 他有一種 對於他本身的疾病他很焦慮 導致著說 事實上他這些都是身心的問題 後來我們就轉接他說 你這應該只好去看這個 身心醫學科 好好地從心理層面來做治療 對 我每次 我做這個節目之後開始 我有檢視 我都覺得我自己有更年期了 沒有啦 年期差不多啦 你應該了對不對 通常那個人 可是已經過了 通常男生是40歲就更年期了 真的嗎 那幾歲會過嗎 現在有十幾歲 所以 放心 已經過了 不是啊 我所謂更年期說 有時候晚上睡覺 好像關節都會容易流汗 你知道嗎 然後睡眠當然品質不見得好 那方面好像 那個性的慾望也降低了 那是不是更年期了 那個有時候 我之前那個皮膚就乾 然後癢 然後呢 一天兩天過去 然後一個月還是沒有改善 那有一天我在換衣服 會被 白雲脫口而出 你會注意喔 那如果這樣繞一圈 就直了 對 然後馬上拿出 台灣人本的名片給我 好像我活不久一樣 被他講到 我也是覺得說 我會不會擋皮疊 我去看皮膚科 醫生還沒開口 我就跟醫生 醫生說你怎麼知道是皮疊 我說不是這樣 你看你看 你看 媽媽要變成一條皮帶了 他說沒有啦 你這個是季節那個膠梯 那個過敏而已 你化個沐浴乳 溫和慶的 你不是有女兒嗎 拿你女兒來洗 我跟你講 一個月馬上就好 我就想說 我心裡想說 你不是開衣服嗎 我相信你 到底怎麼了 怎樣啦 因為他 他什麼藥也不開給我 他告訴我說換一種沐浴乳 因為他有問我說都用哪些 我說我都用 抗菌的啊 去油的啊 他說對 他說問題就在這裡了 去油不行 後來離開那個診間 我還是打電話給白雲說 你有沒有認識 斬腿爪的那一種 因為這種 這種門路他最多嘛 然後就介紹一個斬腿爪的 我還真的去喔 夫妻兩個人喔 他老公上身以後呢 然後就畫一張符 然後秧秧半天 然後接著說 那個 蛇要出來的 結果一出來我笑翻了 那個蛇是誰 他老婆 他老婆是 他老婆是 他老婆 他老公 你講的是文英阿姨 也名的不是 他老公還拿那個木劍喔 類似桃木劍那樣子 對… 砍他老婆的脖子 然後在那邊砍… 然後他老婆邊砍一些 那個臉色大便 你 後來怎麼好的 關木浴乳真的就好了 厲害 什麼病 我拿我女兒的來洗喔 還不用一個月 洗十五天喔 就什麼病都沒了 朋友有時候真的是罪魁禍首 因為我之前就是 常工作外景 然後會尿道會發炎 然後尿道發炎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講說 你完蛋了 尿道發炎會不孕 因為尿道跟陰道是好朋友 他們都生活在鄉民 所以陰尿本一家嗎 對 他們是一家的 他就覺得 真的啦 他也是這樣跟我講 然後他就講說 所以你尿道炎的話 我勸你 你太平凡的話 你只懂你就沒有辦法生小孩 這真的不好 對 然後我就是去檢查 然後我明明陰道不癢不痛 然後我還是 老老子你都覺得癢 對 然後你就是心裡會作用 你就覺得感覺好像怪怪的 裡面就有東西 然後我雖然是尿道炎 我跟醫生講 然後醫生就講說 那我就想說 那你可以幫我看一下我下體嗎 然後醫生就覺得說 你陰道沒事 我為什麼要幫你看 我就說 人家就是要看嘛 對 除此啊 除此 我就說是女醫生 我就講說沒有 我覺得他有事 我覺得我真的不舒服 結果檢查之後就是 也真的沒事 然後我也不相信 我又在換另外一家 結果我也真的沒事 結果到最後根本就沒有 這件事情 就是並不是尿道炎 就是等於會不孕這件事情 就是朋友有時候真的會 可是妳講那個是有道理的 因為尿道感染於細菌 細菌就會影響到陰道 陰道就進去到卵巢 可是妳好好照顧就不會 妳聽婦產這個 因為一般來講 有時候我們常常戲稱 我們婦產科蜜尿科跟直腸外科 我們叫下三流 下三流 下三流 就是下面這個部分 有時候事實上最常見的 這個尿道炎 事實上是從肛門來的 所謂的大腸感染 它這個細菌它是會往前移型的 第二個就是說 有時候白帶分泌物多的時候 因為它都是感染 所以也會導致尿道炎 所以對女性朋友來講 真的很多的尿道炎 是從陰道炎來發生的 當然有些人就像妳講說 沒有性行為的人 或者說他是常常憋尿 所以他是因為憋尿引起的 就不見得是陰道感染 當然回過頭來 如果陰道感染 你不去管他 不去治療他 接下來就是子宮發炎 子宮發炎接下來就是 疏軟管發炎 就是卵巢發炎 那就會造成不孕的問題 講不孕的那個 肌力很低很低 但是以最嚴重的 對 是沒錯 就是不管他的話 那個扯很遠的 等你不舒服的一定要去看 真的是被嚇大的 因為要扯那麼遠沒完沒了 真的 他心裡邊就會憂傷 憂傷就會長生腦疾病 他腦疾病以後 他心裡的孕 就是有痛苦跟冒犯 好多病喔 真的 妳還好審議你們當醫生 天下大亂 可是會很緊張 對 因為都教育我們說 有小問題就要趕快 對啊 去看醫生 你知道嗎 像我有一次就是 我很愛嚼口香糖 然後我一次都嚼四五顆 就嚼嚼嚼 我其實記得那一次就是 我已經要吃飯了 那我要叫我兒子吃飯 然後嘴巴一張開 一直來不及就吞下去 你知道一坨口香糖吞下去 就很可怕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覺得完了 我那一個傍晚 我就整個人都好想吐 我就覺得他卡住我的胃 因為我本身胃也不好 我就覺得怎麼辦 怎麼辦 然後我趕快去跟我老公講 我老公說那你怎麼辦 你想辦法去把他看能不能吐出來 我說不行 它是膠 他如果再吐出來 他又黏進去又黏出來 這是不可以的 我說那我就想到一個好方法 我沒有馬上去看醫生 我冷靜了 我沒有去掛醫生 我就燙了一把青菜 是 我真的我燙了一把那個湯匙菜 湯匙菜不是後面不是有那個 那個比較粗的地方 那我就沒有咬用吞的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用高纖維把它壓下去這樣 反正它至少會大便打出來 我覺得是這樣 是 然後完了 我吃完之後我就覺得 完蛋了 我一定要看醫生 下不去了 不是 因為我覺得我的喉嚨好痛 我覺得那個湯匙掛到我的喉嚨 你知道嗎 青菜掛到喉嚨 你應該喝一瓶高粱酒 什麼高粱酒 像我們那個口香腸黏到牆壁對不對 它會腐蝕嗎 然後酒精一擦就擦掉了 所以喝高粱酒酒 它就把它沖沖 Charlie 是不是 我是不是 這是阿 我當下就忘記 我的 我想反胃 我當下我沒騙妳 我8點多就去額巴尔科 我去我們家巷口的額巴尔科 我就說我覺得我的食道被刮傷了 因為那一把青菜太大把 我用去吞了 然後她就看了半天說 林小姐沒有 我說一定有 我就逼她一定要用那種 內視鏡幫我照 你知道嗎 然後她就很認真照 照了半天 然後有個螢幕可以看 現在科技蠻大 她說林小姐 我跟她 妳放心 妳看 都沒有 我說那她一定在很深的地方 我就逼她要一定開藥給我 我就說不然我明天 我沒辦法講話 我這樣就不能上班 後來醫生就很無奈的 開了一點消炎 消忠 她說你回家不要那麼焦慮 你回家好好的睡一覺 那妳們問她 口香糖會變成什麼 我就忘記口香糖這件事 我只記得我的喉嚨被劃傷 其實她開給妳的藥 也是口香糖 是這樣嗎 對 我當場笑 這個其實藥 有一次我吃到魚吃 卡得很痛 一般 都是用飯吞 或什麼喝醋 什麼方法都是 可是那屍骨頭太大了 卡到好痛 我當下就開了車子 去找個耳鼻喉科 真的下去 她用鉗子把它夾出來 好大一根骨頭 真的她就是下不去 下不去 這個就應該去急診 所以這個就可以去急診 還有一種比例是說 你吃了卡住 它已經下去了 它已經下去了 那事實上 它就化了一個傷口 所以你一直有異物感 所以真的會有異物感嗎 對啊 所以真的其實要 醫師把它夾出來 像那個慈祐姐 囤那個芹江菜 我覺得那個 那個有點危險 因為其實我們東西 已經下到胃 你只要不是太大 太堅硬 太尖銳 或者是長度 寬度太大的話 原來它蠕動 它就隨著大臂就排出 其實你的胃液是很痠的 可是會很反胃 一個晚上 你當著口香糖 吞下去以後會怎麼樣 它會排出來 所以還是會變成糞便 對 那你如果是有東西塞在 卡在食道 那個更危險 你24小時沒有去出來 那個其實是危險 算是急診 你如果真的是 又去後面又吞了 結果它卡在你的食道裡面 那其實對我們來說是急診 你們都很怕 病人自己下診斷 而且檢查完 以後什麼都沒有 他還是堅持 像我在門診 又遇到一個先生 他就來 然後就說他 他臉很臭 然後叫他等一下不行 他就說他腰很痛 一定要馬上檢查 然後後來就是一來 他就說 問他症狀 他也不講症狀 他就說 我就是結實 醫生就很討厭 說我問你症狀 都不講你自己下診斷 那我就不用當醫生 我就是 我幫你開藥就好了 對 然後 我們就幫他開始排一系列 就是S光 咽尿 草原波什麼 全部做 全部做完 然後跟他講說 你真的沒問題 然後他還是不相信 他說不可能 我已經 腰痠痛了兩三個月了 因為其實結實 一般不會痠痛兩三個月 大概有的話 你就是馬上痛他地上打滾 然後後來我就繼續問 他說那你有沒有最近 就是比如說運動 或是比較做出眾的事情 他才不好意思說 有啦 對啦 我最近就是換工作 到貨運公司搬貨 不過醫生的問題 剛剛正好反映出 為什麼有的命理老師 可以這麼正義不斷 因為命理老師 因為我認識久了 發現他們掌握一個原則 任何人來算命對不對 他還沒看命盤 然後 哎呀 你怎麼 爸爸拖那麼久 你胃不好 蛤 你好厲害 我怎麼知道我胃不好 後來命理老師告訴我說 沈兄 我跟你講 10個有9個胃都胃都不好 你講到胃重 然後接著說 你最近是不是覺得很累 對耶 你怎麼知道我很累 所以因為台灣人 10個有9個都很累 然後呢 接著他就算你明年會怎麼樣 後年會怎麼樣 你就通通都相信了 那那種那個 美式大驚小怪 我一個朋友 他一覺醒來呢 全身起疹子 然後呢 因為他的醫學姿勢呢 是片段片段的 他就突然想起說 哎呦 一直蔓延 一直蔓延 從疹子上變成一塊一塊 糟糕了 他自己下診斷了 紅斑姓郎昌 馬上那個 來計程車到醫院去 然後也是 大聲嚷嚷說 他得紅斑姓郎昌 打電話給我 說叫我好好照顧他 兒子啊 女兒 然後他一直跟我講 紅斑姓郎昌 可是我印象中 好像那種是遺傳性疾病啊 哪有人都四十幾歲了 還在得紅斑姓郎昌 他就跟醫生認定是這樣 那醫生 那個東看看西看看 然後一直告訴他說 你這個應該等一下就好了 然後他就始終不相信 那個醫生稍微湊錢一聞 醫生下了診斷 你是不是 昨天喝酒啊 然後你怎麼知道我昨天喝酒 他說你這個一看就知道是酒疹 搞半天 他就是喝酒起酒疹 然後死不承認 因為他昨天是在酒疹 然後呢 那個不敢跟他老婆講真相 所以呢 就說自己那個 冰正皇 對啊 但是他是一直以來 很少也會一起久診 所以起了一次久診以後呢 就自己斷定說 得了嚴重的皮膚病 瓜哥你說 你看喔 如果說這些病人都一直來急診 其實會讓我們去處理 重症的病的時間變少 多重點在這裡 他們有些是低收入 戶是重大傷病 但是一毛錢不用繳 然後就遇到幾個 他就真的是問他做今天什麼問題 他說美猴子真的是路過 然後順便上來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想到 你看老寶局看到這種東西 這個指甲指縫流血 他也來弄一次對不對 這個就要刷一次錢 不過好像他們現在 其實我們有一些醫護人員 有想要推一塊就是說 尤其是特殊急診 獨立出來就是 有這樣的概念 但是還沒有推行 也還沒有真的實行 可是這個都很難省 你多少幾千萬件 對不對 也是啦 一件一件省多難 經典偶像劇必備的劇情 是門不當戶不對 家人狠心來猜賞 以前那個分手擂台還是發 那個節目成功的塑造我一個形象 是 就是那時候媒體瘋了我是 社會亂 可是那時候覺得你編劇很厲害 怎麼編出來 那個年代正好蘋果之報 一週刊 剛進來台灣沒多久 所以每天題材是不缺乏的 有 就是什麼死人骨頭都有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故事 曾李綺 有一個男生 其貌不養 就是很普通的一個男的 但是竟然呢 除了原配之外 他有四個女朋友 那我們一集呢 上一次節目給他五萬塊 他帶了他那五個人 真的呢 對 真的 一個老婆加四個女朋友 全部一起來節目錄影 為了他吵成一團 然後要真正的分財產 要幹嘛的 那五個女生都說要幫他生小孩 那為了生小孩的事情 就吵到最高潮 那他是有錢嗎 他有點錢 就是那個他爸爸留很多地給他 他最後的爆點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也不曉得 他忍不防 突然從包包裡面 拿出一個什麼東西呢 因為五個人都要幫他生小孩 他就說好 你們都要幫我生小孩 我也不曉得要跟你們誰先開始 你們每天吵 臘鼠兩頭燒 麻將就沒動頭 然後呢 我剛剛知道打開包包嗎 取出一個飾管 我們還想說飾管裡面 都要什麼東西啊 接著細看白色的凝醜的液體 他說這樣子 我往上一丟 然後就把那一管一丟 然後那個那一管 在一邊飄飄 那個液體跟我們凝醜 當中都不會流出來 就飄飄 然後當中那個老三 就五個女人排行第三的那個 一個肩部衝過去 然後搶到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 然後另外那四個女人 我也要 然後是我的 然後就跑出攝影棚外 然後他就在我面前 畫成一個小黑點 這太扯了 所以沒有Easy 那一集就大家一烘而散 這故事大家聽得好像很離奇對不對 你代表醫師說更離奇 更離奇 我們在二三十年前 說實話 當時 大家知道 在醫院裡面 醫師最常見的辦理 通常是護理人員 站隊的護理人員 那二三十年前 當時台灣的護理教育 不像現在這樣子說 大部分是大學畢業的 大學畢業占了極少數 他們是專科跟護校的 父母親就不願意 讓他兒子娶護士 就認為說配不上他兒子 那就要求他一定要娶醫師 那我有認識一位 他就是這樣子 他跟一個護士非常好 那個護士其實也滿優秀的 但他爸媽就堅持不要 就跑到他們約會的地方 去把他們裁刪 當場給那個護理師 難堪 給他難堪 那當然人家父母親也覺得說 我女兒好歹也是好人家對不對 這照顧 而且氣質這麼好 就何必讓你這樣羞辱 這樣說咱們也不要跟他往來 就這樣拆散掉 就硬要這個 這醫師的這個爸媽 硬要他娶這個醫生 另外一個醫師 要幫他介紹醫生 給他 他其實百分不願意 但是就是父母親越看越喜歡 一直到 不願意結婚 逃婚 他不想結婚 一直不去 爸媽媽排到醫院去 去逮人 他說他開開網進不去 就拜託護理宅 怎麼叫他出來 他說他刀還沒開完 他要開到傍晚 他就是要逃掉 大家就一直 護理人員就一直跟他說去 要孝順父母親 你就先去再說 最後結婚 就結婚 那那些刀 結果我們暫時跟病人說 抱不好意思 那個醫生身體不太舒服 這個 那婚姻 婚姻也很幸福 滿麻煩的 沒有幾年之後就離婚了 所以父母親真的不要逼得太那個 對 在我這一代 大部分人都很有主見 像我就知道 我們的學弟他們 他跟一個麻醉一個護士在一起 然後父母就非常反對 他就一火大就 兩個就離職 跑到門來去工作 另外一個故事 他也是醫生跟護理師在一起 媽媽就反對 媽媽就來醫院 就講說你這樣子的話 你這樣子有點拖累我兒子的那個 虔誠都被你耽誤 跟你在一起不配 他不是很憨 他說你覺得我到底哪裡不配 就不上你兒子 他媽媽就說 你現在的學歷是什麼 你是五專生 你說五專生是不是 好 那我就去讀書 結果他後來就補到碩士畢業 然後跟那個男生結婚 對啊 所以我說現在的好像跟以前 有補氣 不大一樣 不過過去真的 聽說有錢人 要結婚可以 還有什麼家族的病史 因為他大家庭 對不對 那是有錢人 他總之以後生了小孩 要這個要繼承他們家產 所以他 有其他的父母親 如果精神病的前科 他們就很緊張 機率很高了 他兩個都是 是 但是男的完全義無反顧的 對 我滿感人的 這故事很好 對不對 我碰到一個是在醫院發生的 那個 那個我那個朋友 我們小學同學 那國中畢業就在當黑手 然後從黑手變成黑道 然後黑手變成黑道 就在混流氓這樣子 有一次就在一次打鬥當中 就被刀子砍到 受傷了 後來就送到醫院去 然後在醫院治療期間 對那個護士就產生了感覺 因為那個護士 看我那個朋友那個樣子 也知道他是混那種流氓那種的 因為身上會刺青 對 然後那個護士呢 基於他的這個職業 除了幫他醫護之外 也常常會帶他整編 唱歌給他聽 那唱的歌我認為是不吉利的 都會唱那一種 拍龍 啊 嗯 他在拍一下 教化 對 那一般人聽了可能會抓狂 但是我那個朋友不會 他覺得這是 天使之音 Voice of Angel 他覺得老天爺就是派他呢 要來教化他的 那散開熱烈的追求他沒有用 因為護士知道說 這個有時候跟這個黑幫 在一起總是一條不歸路 而且他護士他 他也想要更上一層樓 他的爸媽也希望他去 跟醫生在一起 後來我那朋友出院以後呢 打了幾次電話 這女生似乎不太理他 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呢就是 也沒什麼錢 然後呢 好像混 黑幫混得也不是很有 很有成就這一種的 還沒到大尾 然後我這個朋友呢 後來發奮圖搶 他就想說 那應該要金盆洗手 所以就變成努力工作 他去參加那個 某大知名的這個 直銷體系 因為他過去也有些人脈 他以前是賣兄弟茶 現在升級了 不要再賣人家兄弟茶了 賣人家保養品 阿風膠 直銷 就是比較好 他跟我講說 他那個從直銷賺到錢以後呢 第一件事情 回台中老家找他媽媽 叮咚叮咚叮咚 媽媽問你一開 看到兒子回來 嚇一跳 不 我沒有錢 你要給我吐一下 他嚇一跳 他跟兒子說 媽 你要嚇我啦 普通嚇過 嚇你不好 好劇情喔 然後從西裝口袋裡面拿出 一包二十萬的錢給媽媽 我現在不一樣了啦 我現在不在賣 贏在地 我在做直銷 媽媽到會感動這樣子 好啦 那因為他心系的這個護士 五年的時間 終於讓他拼到成為那個 因為他從直銷 到人生一五金 後來就變成五家公司的老闆 所以他決定回去找回這個護士 可是那麼大的一家醫院 他也不曉得護士在哪裡 他也不好意思說 到醫院去總不能用廣播啊 總不能這樣 多有心啊 他明明身體健壯不得了 他到每一科呢 都去看診 先從心臟科開始 我心很疼 那那個醫生幫他聽 沒有啊 隔天又去掛腦科 什麼科都掛 到最後呢 掛到那個 沒科可以掛的 掛到泌尿科去 到了泌尿科 他跟醫生謊稱說他得菜花 你看 為了追這個護士 這麼有心 然後布幕拉起來 然後那個就要檢查一下 褲子脫下來 拿護士進來要來看狀況 這個護士一進來 因為掛著口罩 這個大愛 看到這個護士 整個倒退三步 阿昏 你不要以為我跟他頭罩 我就不說阿昏 就把頭罩拉下來 果然就是林淑芬 惡然出現在他眼前 這已經是他掛的第六個顆了 他褲子穿錯了嗎 褲子已經脫了 所以他跟阿昏再度重逢了 是 坦誠相見的狀態 內褲褪製膝蓋一下 不是 我也覺得是阿昏 看到他下體才認出說 就是你喔 阿昏就你看到他的長處了 沒有 就從再次機緣開始 因為阿昏也覺得說 你大愛你也太有心了 後來一聊天之下才發現 他已經不再次大愛了 人家現在已經是正當的生意人 後來就幾次約會以後呢 就結婚了 我那個上個禮拜跟他們聚餐 人家現在三個小孩 家庭幸福的不得了 等一下 如果 當時阿昏如果在婦產 跟我小兒科跟著他怎麼掛呢 那他就沒有辦法掛福 沒有 他找不到 因為他肚子也滿到啤酒肚啦 他還要趕快 他還要趕快 我比較分享一個 更有趣的案例是一個 某航空公司的空姐 有一次飛巴黎 在那個晚上因為比較無聊 就跑去POP喝 在夜店喝喝酒 結果有一個法國的帥哥 請他喝酒 一聊一快就上床 隔天剛好上飛機 再回到台北以後 他老公 他已經結婚了 他老公想說好幾天都沒有見面 這個也認了 好幾天 就恩愛一下 對 恩愛一下 結果事後沒有想到說 居然這樣法國 他說他真的沒有做過 第一次一夜情 中假 他跑來找我說怎麼辦 我說怎麼辦 那你老公知道 你懷疑他說知道了 我說那這下可好了 所以他不知道是誰的對不對 他不知道是誰的 他問我說能不能知道 是誰的小孩 我說你以為法國那位比較健壯 他的精蟲就跑比較快 會比較慢 不一定 我不知道 而且我說你要叫我怎麼見北 第一個 精蟲上面沒有掛枸杞 我真的不好認 對 而且現在也看不到 第二個 你想伸出來再看看 眼睛是這個黑的還是藍的嗎 來不及了 這個來不及了 一伸出來就會講 放酒的話 對 我說放酒 我說放酒 放酒 放酒 對 結果怎麼辦 對 如果說他還不知道 你還可以想辦法 因為當時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在懷孕大概十週左右 去做龍毛採樣 還可以知道性別 當然政府現在是不希望這樣做 不是性別的 看性別的 同時可以知道染色體 知道是誰的小孩 他一直哭 我說你 真的確定第一次 以後不會再犯 他說不會 真的 我真的是很對不起我老公 我說好 那這樣 你跟他說 不曉得怎麼回事 這一次就飛法國 特別想念你 整晚都睡不好 都睡不好 都快天亮了 這樣再沒有睡 我隔天怎麼飛 後來我就只好就是吃那個 很多年沒有吃過的安眉藥 就拿起來吃 我說很多人還能吃 他說當然是要這樣 編故事 他說手上就有安眉藥 剛好有 結果就是說 吃安眉藥以後 現在發現懷孕 醫生說這個 對胎兒的神經系統並不好 很危險 他老公相信了 後來就來幫他付錢 拿掉了 拿掉了 孕婦是真的不能吃安眉藥嗎 安眉藥不適合 但是他那個時間 其實還不影響 可以大概到六七週以後就不好了 因為你這個故事講完 很多人 用這個當藉口 不是 一兩個月 他就糟糕 我在吃安眉藥的 通常在六週以前 影響幾乎就是全或無 就全部 沒事 或全部有事 就是整個都很掉 這有七端 六週以前 當你開始有孕吐什麼那些症狀的時候 你就不會亂吃東西了 這個很多案例都這樣 然後講這個情況 那更離奇的 我一個朋友在那個 盜彩殺死 以前 那 現在 等一下 你的朋友都真的不會 對啊 會配到黑手的 很有 彩殺死 不能不曉得 下一段會不會盜录 怎麼會 我們有在當三老鼠 沒有 因為我們當製作人 有時候朋友沒得選擇 廣節善餘港 就三教九流 就是都會碰到這一種 那你別看那個盜彩殺死 那通常都非常有錢 因為他要冒什麼風險 貓被關的風險 是 所以 非常有錢 那很多女生也想接近他 因為他在外面 總不會跟人家講說 我倒彩殺死 就是 覺得他是一個很大方的人 他大方到什麼程度 我老婆一個朋友還在念書 然後呢 我這個倒彩殺死的朋友 只是送這個女生回家而已 一路上問他說 你最近有沒有什麼困難 那女生只是告訴他說 我妹妹 你繳不出學費 他馬上 那個車停路邊 從包包裡面 就拿十萬塊給他 拿去繳學費 那十萬塊勾他繳三個學期了 是這麼一個大方的人 那那一次呢 就我們約在KTV唱歌 每次都是他買單的 那現在那個台北KTV 經常差不多九點過後 會有一群那個跑托妹 就很離奇 我們本來唱得好 都是男生對不對 突然莫無其妙 碰我們在菜牌了 我們把西方女生好 跟蝗蟲顧鏡一樣 就進來喔 不由分說 牛肉麵 牛肉麵 不會 水餃 水餃 就開始吃吃啊 喝喝喝 連歌也不願意唱喔 吃完就 走 要這樣幹嘛 我們就整個傻眼說 這樣做啊 來騙吃 因為他可能到別的包廂去的 或到別的KTV去的 這種俗稱的跑托妹 他們就差不多華燈出上的時候 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 那種噴得香香的 那邊沒錢吃飯吧 你問Eason是不是年輕時代 真的有這批的 就是有這批的 可是他這邊吃完 總不會到下一批就吃啊 下一批就喝啊 到下一批就喝 然後喝完以後 到下一批可能就會認真唱歌了 所以比較倒楣的是 女兒第一批被她捧場 因為她來不唱歌 她就只能吃而已 最好是喝醉第三批 對 那一次就是跑托妹 那跑托妹你別看這些跑托妹 其實也不罰漂亮的人 就被我那個殺死業者朋友 就向中一個女的 他就一直跟她聊天聊天 我那朋友每次打人機關係的方式 真的很獨特 我沒看過這種土材土 土成這樣子的 他聊幾句以後 他知道 因為他外表真的長了 比較抱歉 就是非常抱歉 有一次那個 我錄影還跟來攝影棚 我們被那個菜頭哥看到 菜頭哥還請他醜喔 你們要知道 如果那個 那個被菜頭哥說醜一定是更醜 世界級的 是那樣的人喔 雖然他每次都習慣性的 就是跟人家聊幾句就說 來來來 這是見面你 紅包 那可能就是兩萬了 所以那個女生講說 哇 好大方喔 所以呢 別的跑托妹都走 他就留下來 那兩個在那邊聊… 然後開始久夯而熱了 然後歌越來越嗨 有人在那邊唱眉飛色舞 他就唱這個… 就帶著那個女生 在我面前喔 我就看他帶著那個女生 就進廁所了 我想說 那他們在廁所很久的時間 那個聲音大到 我們必須要把那個KTV的音量 開到最大才能辦法壓過去這樣子 好啦 那出來以後 那女生就好像有點不自在 這樣就先走了 那男生洋洋得意 他說 那女生啊 把妹 你看 很開心這樣子 大事不妙 過了 過了四個月 那個SARS業者接到女生的電話 那女生說 他跟他打包票說 從那以後他沒有再跟男生 發生過那樣的關係 我那朋友一定不會相信了嘛 跑托妹 你每天在那邊各包槍 在那邊跑跑去 我怎麼有辦法相信你是我 你該不會是貪圖我的財產吧 就這樣喔 那女生就這樣懷孕懷孕 懷到生了 生的那一天還打電話給他 說你不來看看你兒子嗎 然後我那朋友就想說 哎呦 這樣子會不會惹禍上身啊 萬一不是呢 可是萬一是呢 所以他就找他的小弟 說這樣子好了 你偷偷去那家醫院 看像 看那個樣子像不像我這樣子 一到醫院 然後不曉得怎麼樣 可以這樣摸進產房裡面 那個小弟在門縫裡面 探頭一看 哭關起來 打電話給 因為他朋友頭很大 比鴨魚還大 他頭很大 然後呢 他五官非常古怪 好 他說 到底是你的啦 那殺死業者也很激動 殺死業者 雖然平常打打殺殺 可是呢 畢竟自己的骨肉啊 親情啊 對 親情 親情大過一切啊 電話裡面還贊助啊 是無影啊 無影啊 無影啊 我給你開事喔 你給我看一次 殺死業者有這麼兇人喔 殺死業者 小弟他去看一次才去確定 我那個殺死業者 開著他那台大漆 家常請的大漆喔 開開開開 開到醫院樓下 把小弟叫下來 後到後車廂啦 後到 那個布袋給我拿出來 那小弟想說幹嘛 你是要殺醫生還是幹嘛 結果好 到一打開喔 一個大布袋裡面 裝了500萬的現金 哇塞 就扛著喔 大哥自己扛著 就扛啊扛啊扛 扛到醫院 然後就遇到那個女生嘛 本來只要2萬了 現在500萬 可是開心啊 因為他這麼久下來 終於擁有自己的骨肉啊 對啊 那 雖然盜採殺死也是要有繼承人啊 像 我想說去醫院 因為我是台中人 台中很多的醫院 都是很老很老 小時候 那個時候小時候就想說 那個小台電梯都塞滿人 然後剛好同一層樓 就是小台電梯跟大電梯同時開 然後奇怪小台電梯塞滿人啊 然後我就說這邊進去 我就一直拉著我媽說 走我們去坐那一台 那一台沒有人 我媽說 我媽那個臉非常臭 她說 你怎麼知道裡面沒有人 不准坐 嗯 我說沒有人 裡面沒有人啊 我們坐 我跟你講 全部的人喔 在那個小電梯外面排了一堆人 沒有人要去那一台 真的我覺得從小家長的觀念 就是告訴我們不能坐病床 沒有 因為那個放病床的 因為可能 可能晶晶初初 那可能也很多人 屍體也有 我自己也是坐那一台 我媽的都坐那邊 對 所以你常常如果 特別是晚一點 瓜哥都是坐在那裡面 特別是你如果晚一點 你一個人搭那部電梯 我嚇死你 我一朋友是坐那種電梯 你講是真的嗎 講真的 你講話 然後一直聽到 約約有一個求救的聲音 救我 在電梯裡面喔 趕快幫我按到手術房去 他根本都沒有人啊 結果咧 那就是阿飄嘛 一定的啊 阿飄還是手術房 我們講那個靈異故事 不是他有那個地伏林嗎 就是有人往生以後呢 一直不走 他在那個地方一直不走 因為他忘了他死掉了 然後他一直存在那個地方 那拍片有時候真的很邪門 那個 就話不能說破啦 我一個朋友更奇妙 左腳虎折 因為車禍 看了 應該也時間差不多快出院了 醫生是還沒講 不過我們看那個樣子 都已經有說有笑啦 OK啦 那我們一堆人去探病 那大家就嘻嘻哈說 恭喜啊 跟妳保證 妳三天之內就可以出院了 大家掌聲鼓勵鼓勵這樣 金瓶在錄影喔 然後呢 他也開心 他說對啊 我也覺得我應該三天就可以出院 話一講過真的就不行 他就很開心嘛 他就 他說 那我起來動一動 他坐下就骨折 硬要動 然後就起來 掌 掌 掌 砰 妳就鼓下去 換右腳骨折 結果呢 什麼 三天出院 多住三個月 所以就是話不能去 去給他縮破 為什麼你講那麼認真 那沒有人要想說 這故事上很悲喊的故事耶 林佩玲哥 為什麼腳骨折要住人三個月啊 傷筋動骨 少說腦要半年 我還碰過那個朋友 那個老婆生產 然後我們就心高抬戀去看他 想說帶點吃了給他們吃 剛好醫院門口呢 一攤在賣韭菜盒 我賣好多 然後就上去了 來來來吃吃吃吃 蠻魚產婦韭菜盒 但是我們不知道啊 然後產婦也不知道 產婦也在那邊吃啊 吃到一半的時候 醫生 醫生進來看到倒退商戶 你幹什麼 醫生叫成這樣啊 然後產婦 那個一口一口還咬的喔 不行喔 意思說當然不行 然後產婦說會怎樣 會怎樣 會退奶 原來吃韭菜會退奶 我知道 我不認為吃韭菜會敏起退奶 反倒是醫生在聽話呢 讓他產生壓力 一講完以後 你就感覺 嘶 你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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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感覺他很 被他 難道我們說了是不是 被他影響到的 有一個病人 他之前打奧美定 奧美定是一種用在龍胸 還有就是豐臀上面的一個物質 現在已經不實用了 因為他被證實有致癌 還有一些神經毒性 所以現在已經不實用了 所以現在有很多病人陸陸續續都會來醫院 然後要去把這個奧美定取出來 你想奧美定 小真美容嗎 是一種打的物質 以前的叫小真美容 那怎麼拿得出來 所以要開刀進去 把它全部用清創的方式 全部把它清出來 所以都組織都有在一起了吧 對 全部都跟組織黏在一起 所以你要把它蠻早 很多老藝人都有打的那種 十年前左右 不只吧 現在陸陸續續 三十年前就有這個東西了 對 可是到十年前都還有人在打 現在陸陸續續 現在非常多的Case 都一直要來去把這東西取出來 那因為取出這個東西十分困難 不僅醫生 那個東西有毒 不僅醫生自己要戴N95口罩 我們上那個刀 這邊還要吃藥 就是吃藥才能去 這麼毒喔 這麼毒的東西 那現在大家去把它取出來 那因為是一個破壞性的手術 所以其實很容易流血 那我們遇過了一些Case 就是說它因為會流血嘛 所以我們就會放引流管 因為主要是讓血可以排出來 那本來一開始開完刀 那個病人都還好好的 然後就帶個引流管 然後回家 結果因為又不知道聽了誰的話 然後又去喝了補湯 然後結果一喝 就突然間就出來 流血突然間流出一兩百這樣子 然後又馬上又回來急診 所以其實是蠻危險的 因為在這些中藥裡面 你其實不知道它含有什麼樣的成分 那尤其是我們有時候會接到一些 對岸的一些病人 那他們吃其實是吃得更兇的 比台灣人還要補得更兇 所以他們有時候 他們的流血的狀況 其實是更嚴重 對是不是有傷口的時候 先還不要補 就等你都癒合了 癒合復原了才能吃 對 基本上復原了再去吃 可能會比較好 對就像你的傷口有沒有 封好了 你光封好還沒拆起 你不要吃那個 薄血的 什麼魚啊 鱸魚嗎 鱸魚是補傷口的嘛 因為鱸魚不是開完刀就要吃嗎 對 但是你因為長很快 會產生肉牙 你傷口就會長很快 會擠在一起 會突起來 除非你要拆完一些 傷口快好 那個時候再去吃的話 我就要拆線完才能喝 會不會比較平整 可是糖尿病如果就不管 你就一直吃了 吃甜吃了就會甜死嗎 血糖到八百就昏倒 七八百就昏倒 昏倒 然後再不理他會死嗎 會死 會死 要吃 如果高過低都會死 真的喔 會死 很多這種例子 如果救火 要繼續問他甜點 很多 因為血糖高可能 有時候可能會 銅酸中毒 或者是因為高血糖 然後他的滲透壓的問題 那是再吃甜的給他吃 他已經昏倒 他沒辦法吃了 他已經昏倒了 他吃甜點 吃甜點會有幸福感 就甜死啊 而且血糖高傷口都不會好 對 我知道 血糖高傷口都不會好 我是說如果硬吃 吃到八百一千這樣會死 會死 你不管他一定會死 腎臟會壞 那是什麼 他好害怕的 瓜哥 瓜哥在寻找一個比較好的 死的方法 請問 請問